中美洲议会二十一日通过排台纳中案 批准中国取代台湾 成为永久观察员 国外交部表达罪严正抗议 并强调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以及尊严 决定正式退出中美洲议会 中美洲议会于当地时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 强行通过尼加拉瓜党团 提出的排台纳中案 外交部表达最严重的抗议 为维护国家主权及尊严 宣布即日起正式退出中美洲议会 为台湾作为观察员 参与中美洲议会近二十五年 画下句点 很明显是中国背后的缩始与主导 中国和尼加拉瓜都是恶名昭彰的集权国家 昨天中美洲议会的发展 是威权国家在中美洲地区扩张的证明 不仅对台湾 更对全球的民主阵营都是袭击 早在1999年台湾即加入成为中美洲议会的 区域外永久观察员 多年来与各会员国共同推动 多项双边级区合作计划 如今却遭撤资格改推中国全国人大取代 略有抨击这是中国介入台湾选举的 修法之计 排除了民主的国会 然后结果接纳了一个不晓得什么叫做选举的 这样的一个橡皮图章来参与中美洲议会 我们觉得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 这又是中国介入台湾选举的其中一件事情 每次在选举的时候都说 这是中国的要迫 原来的邦交国 我们没有去努力的琢磨 把重心都往欧洲国家去了 所以他们可能会产生不平 中国大陆可能就可以比较 可以趁虚而入 中美洲议会21日发布声明指出 已批准中国成为该机构常驻观察员 学者分析台湾遭逼退退出中美洲议会 和1971年退出联合国状况类似 学者表示这次事件牵动到中美洲统合体 未来是否有骨牌效应 有待后续观察 记得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